目前550cc以上的大型机车车牌 可以用购买的方式 让民众自行选号 但是在550cc以下的机车骑士 如果对于目前的车牌不满意 可以用办理车牌遗损的方式来更换 但是能不能换到满意的新号码 可得要碰碰运气 不管时代在进步 有些传统的竞技 大家还是身心不疑 像是车牌有4这个数字 民众一般都不太能接受 另外还有一些嫌音不吉利的 许多人在申请车牌时 都尽量能免则免 比较有嫌音的 比如说938还是978 这里有的人会排斥 3878这种的 人家不要排斥 其他就都没有了 虽然经理站从好几年前开始 就不再发放有4这个数字的车牌 但民众若是有特殊需求 还是可以利用申请车牌遗事的方式来更换 只是能换到什么新号码 就只能碰运气了 如果说你对于你目前这一副牌 你觉得不满意 或者是需要更换的话 你可以到监理站来 那么来做以损换牌 那么把你原本的牌缴回来 经过验车手续以后 然后我们会发一副新的牌给你 其实每个人对幸运数字的定义都不同 与其民信数字 倒不如小心驾驶 才是确保行车安全的博尔法门 天丽新闻 选就你们会 如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